剛剛我們醫師說 不要相信俊男美女 對 那我要奉勸大家 為什麼 小學同學怎麼了 幾百年不見小學同學現身 通常就是賣保單 要不然就是拉你當下線 時銷下線 無事不登三寶店 要不然就是找投資 對 所以我之前發生過一件 一件很離奇的事情 小學同學很久沒見 他們家以前是那種 非常的清寒 他要靠人家各界捐助的那一種 幾百年不見 大家都長大成人了 他整個排場完全不一樣了 但我們去他家參觀豪宅 然後兩台超跑 飛黃騰達囉 Why 為什麼 Tell me why 你問他 你怎麼辦到的 他就跟我們講說 他最近有一個新的計畫 之前他已經在投資了 我們也難介入 是 他告訴我們四個字 巴西蘿菇 那一陣子全世界 好像很紅 全台灣 在炒作巴西蘑菇 他說我們這樣子 趁台灣還不是大家 市場飽和的時候 投資一點小錢 來巴西蘑菇 我說那種哪裡 台灣什麼地方可以種 台灣沒有地方能種 他已經在大陸的四川 樂山 他地點講得非常詳細 在大陸的深山裡面 找我一塊什麼占地幾公頃 土地成本很便宜 就是大家來種 他聽得興致勃勃 那個麻辣鍋吃到一半 他就 因為大家講得太開心了 就講來 你投資兩百萬 玉琳你呢 我只有一百萬 你一百萬 你呢 我五百萬 你五百萬 然後大家 他喊價對不對 那一餐麻辣鍋吃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講得要 我真恨 我只有一百萬 然後麻辣鍋還沒吃完 他就說起來 叫大家起來 幹嘛啦 走 我們隔壁 剛好有一間BMW的展示間 看車 先訂車 為什麼要訂車 要發財了 為什麼 好難過 這樣真的很興奮耶 對啊 他也不是光用嘴巴講 因為我們當那麼久的製作人 哪有那麼傻 我不能聽你一張嘴 因為沒多久 他送來好精美的企劃案 精裝版的 第一次看到企劃案 外面還有盒子 跟那個保障盒一樣 然後就開始投資了 我就一百萬 然後最多的人投五百萬 他就帶著我們錢 就告訴我們說 好啦 那你們在台灣 就等個領錢 那我現在要去四川 然後我去那邊 要張羅種蘑菇的事情 去了以後 每隔一個禮拜 會傳訊息給我們 有給蘑菇拍照的照片嗎 進度 然後因為他本身 以前在我們班上的時候 作文分數很高 所以他的文筆 算是文型並茂那一種 他說每天看著我們的蘑菇 一顆一顆的發芽 看到我們未來的希望 看到我們好朋友們 各個飛往平打 對 然後他沒多久又傳來的 每天叫醒我的 不是鬧鐘 好會寫喔 看到大受感動 但是一天一天過 Day after day 慢慢的 傳訊息的時間越拉越長 把那個禮拜到來變一個月 一個月 然後變兩個月 慢慢大家沉不住氣的 對 怎麼... 車子都要跟你來要錢的吧 蘑菇咧 然後問他蘑菇 吱吱吱吱的 到後來就中斷聯絡了 那我還...我是一百萬嘛 那倒是那個五百萬的 他就緊張了嘛 他決定買一張機票 飛去四川的那個樂山 沒錯 一探究竟 台灣人如果在那邊種蘑菇 還占地什麼多少公頃 那一定應該人人都知道啊 對啊 戰士兵應該是大地族 然後動物器問 有沒有台灣人在那邊種蘑菇 有沒有台灣人在那邊種蘑菇 大家都搖搖頭 然後想說 因為你們這些做生意的不懂 應該找農民 遇到一個農民 有沒有台灣人台商 占地幾公頃在那邊種蘑菇 那個農民瞪他眼睛 怎麼五千多年 只有辣椒 沒有 怎麼能送唐欣子 他後來有落網 因為他去菲律賓 也是在做同樣類似 都是這種蜥筋 集資 然後就不見譚這樣 那我只是佩服說 一般蜥筋的人是錢拿到 他就不管你了 戲就不演了 那他至少戲還演得很足 還滿靜止的 他還有拖滿長的一段時間 就是還敬業的會 把那個結尾稍微做一下這樣子 像剛剛聽完玉琳哥的故事 我就想到我自己 我也是那種朋友跟我說什麼 我覺得馬上就會被說服 髮器你都會買了 你都被水鬼纏身了 就我耳根子非常的軟 因為我印象當中 就是像幾年前 就我的朋友都非常擔心我 他們就覺得說 你這個人就是這麼的無趣 然後我都平常穿得那種 很寬鬆就私底下的時候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說 我跟你講你就是太保守了 我跟你講我買了一件 兩千多塊的 假屁股內褲 因為他 假屁股內褲 就是他是內褲 但是他有兩塊 你朋友叫你買的嗎 你說穿上去會墊屁股 他買的 然後他說他要送給我 然後他是為了我 要我穿著 然後配上很合身的那個運動褲 跟他一起去健身房健身 結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買到 劣質的還怎麼樣 因為我們去了健身房 他有認識的健身教練 然後要帶著我們大家做 那其實也都是朋友 他也是想要我認識 這些教練這樣子 健身的時候 我就開始突然覺得 不知道哪裡怪怪的 就是我覺得我的那個 屁股的上面 你靠近腰的地方 有一塊東西 就他好像往上跑了 你說移位了嗎 對 然後後來我就 側面看 因為他不是說我鏡子嗎 我就發現 天啊 我的腳 難窮耶 對 非常窮 然後因為那一群 是我朋友的朋友 所以後來他們有一天 就約吃飯 然後他就忍不住就問說 所以你那一天 你的屁股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還沒有其它是假的 你現在有沒有 沒禮貌 難聊天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完全就是身心受挫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很丟臉 然後重點是 教練又說一句 他說而且重點 不是要假屁股 你是很胖吧 你應該是要 減肥吧 你應該要好好認真減重吧 然後我那一天 你那一天還吃得下去嗎 吃不下 然後我回去之後我就覺得 對 我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把大家的話 都是會就是聽進心裡 變得沒自信 對 然後我想說 這樣真的也不行 所以我就開始在上網 就想說我一定要找一些什麼 好的東西可以輔助我 就是平常就算我真的很愛吃 很難忌口 但至少要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讓我平常 我不用挨餓的嘛 對 然後我就在網路上 就看到有很多的韓國練習生 就他們就是你知道都很瘦 然後超有元氣 體力超好 然後他們都會喝一種奶昔 這個是低卡的奶昔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像我今天帶的這個 是草莓的優格口味 它有很多種口味 然後重點是超級好喝 真的 所以它是熱量很低是不是 熱量很低 像這樣子一小包才 真的喔 對 而且它有像是抹茶拿鐵口味 然後還有榛果可可口味 然後裡頭像大家拿的這個 是草莓優格 那它裡頭還有草莓多分 就是我們可以養點美容 然後又可以幫助代謝 因為它熱量比較低 但是你就因為有飽足感 你就比較不會再去渴望 找其他的食物 沒錯 因為它裡面有 對 然後 所以跟一般奶昔不一樣耶 好不一樣 而且可以選擇那麼多口味好不好 對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像這樣子 那為什麼還有這個 就是我買這個 它就會有一個像這樣子 500cc的一個這樣的杯子 然後其實我覺得它很方便 是因為你就是一包 你就是大概200要250 如果我把它裝滿的話 500就是要兩包 然後基本上它倒進去之後 我覺得再忙碌的人 你都一定有時間 因為它就只要這樣 Shake一下 8秒就可以了 而且有時候我都會這樣 邊動一動就覺得 好像可以當作 所以這樣搖一搖 它就會變成液體 它不會有粉一塊塊 不會 它有別於 過去傳統的代餐 就是以前我們可能搖碗 還要看一下說 裡面有沒有搖碎 對 這個裡頭還有添加 就是MCT有 它就是中鏈脂肪酸 那還有肉鹼 對 那其實這些都是可以幫助我們的 就是像是身體的代謝 會變得比較好一點 對 中鏈不飽和脂肪酸 其實之前很紅啊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攝取的 食物裡面的油脂 叫做長鏈的脂肪酸 這長鏈脂肪酸 跟這個中鏈脂肪酸 它差別再來是因為 長鏈它比較容易 就是隨著我們全身 就累積在我們的身體 那這個中鏈脂肪酸呢 它會讓我們的身體 直接去吸收 利用代謝掉 也就是說它比較不容易 就是造成多餘的油脂 囤積在我們身體裡頭 真的 對 所以它會提供身體 有熱量 有能量 你就不會覺得餓 然後情緒不好 但是你並不會造成 過多的脂肪的累積 沒錯 情緒不會不好 你就不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對 而且像我們有在運動 不是也是需要增加那個 高蛋白 所以它裡面有兩倍高蛋白 兩倍的高蛋白 對 而且它裡面還有八十種的 就是 高纖維的那個蔬果酵素 對 所以其實會讓我們的 整個就是腸胃 就是乳洞 排空都非常的好 也比較不會有便秘的問題 對 其實像蛋白質 還可以幫助我們合成肌肉量 然後提升我們的基礎代謝 那剛好提到肉減 那個肉減它就是幫助我們 把我們的脂肪細胞 然後帶進去立腺體 去把它就是利用掉 就是可以整體 就是提升我們的一個代謝 而且我這樣聞起來 它草莓香真的很瘦女的味道 很好聞 而且重點是 它喝起來 它的那個奶油的那個 口感是非常好的 就不會像我們一般喝到 可能以前的大餐會覺得 好像有種什麼味道 對 它裡面是不是還有這個 藤黃果的萃取 還有乳酸菌 對 因為其實剛剛有提到 它有酵素嘛 那其實酵素在人體的功能 就是把我們攝取進來的食物 然後把它分解成比較小的分子 包含一些碳水化合物 脂肪 蛋白質進來 我們都可以把它就是 協助身體去做一個分解 然後乳酸菌 也可以讓我們嘗到 就是比較好的一個 健康的一個狀態 然後剛剛有提到 這個藤黃果的萃取物 那其實就是 我們如果平常飲食 攝取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它最後都會變成脂肪 累積在我們身體裡面 可是這個藤黃果萃取物 它就可以把它抑制住 所以你就是過多的 碳水化合物的時候 其實你相對來講 對身體的負擔 就是相對會比較低 其實基本上就是會建議大家 選擇待餐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一定要就是 低熱量 然後 那其實膳食纖維就有很多種類 譬如像一些抹育纖維的 一個來源的 對 那其實我們也會站在 營養室的角度 就是也會建議大家就是說 你不要三餐都是用待餐來取代 那你就是選擇一餐去做取代 你可能選擇午餐或者是晚餐 因為你可能晚上 你是會吃比較多的 對 然後你去把它做一個取代 那其實對身體的負擔 也會比較小 而且如果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你如果全部都不吃 那其實我們的基礎代謝率 就會下降 以後你就算就是譬如說 你吃了正常的一餐飯 你的體重你可能就是 反彈很快 對 所以我們還是會希望大家 還是正常的三餐 對 用一餐去做一個取代 真的很不錯耶 因為演藝圈 玉琳哥演需要 因為我們朋友那麼多餐 那種聚餐超多的 對 如果晚上要吃大餐 其實你中午或是早餐 你就可以用它來取代 對 有時候這是借這個宵夜的 一種好方法 也是 因為那宵夜是習慣一個嘴殘 那你要為了借宵夜 你會晚上睡不好 為什麼呢 你一直覺得肚子餓 那不曉得其實你作用還是什麼 餓就很難睡 要切不好 那你如果這個喝一杯下去 那不會有胖的這個疑慮嗎 對 又被滿足 對 而且它這樣一包 大家會想說會不會 喝完一包很快就餓不會 它一包至少可以讓你有 五個小時的爆浮感 有 我剛剛喝下去 我現在飽到現在 你也才夠飽 我快算不飽 那宵夜自從喝了這個代餐之後 應該沒有人在說你腫了吧 沒有 而且我覺得 至少自己的身體的狀態 體態也會變得比較輕盈 然後比較舒服 對 然後我跟妳講 整個人有自信之後 妳就不會再相信外面那些 妖魔鬼該跟妳講的那些 有的不的的 沒錯 所以我覺得人有的時候 真的在低潮 難免就會聽信一些 就是大家跟你講說要改運 什麼的 然後就會尋求一些 就是真的法師 當然師父裡面也是有真的 就是得到的高僧 不過大家最重要的呢 還是要從自己內在的自信 去培養起 才可以真正看清楚事情的圈套 不要讓自己被騙 不要再被騙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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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